第四题是利用第一题的资料针对太语高值高的60位学生的数学成绩做以下累积次数分配表以及以上累积次数分配表 好那以下累积次数分配表呢是累积起来最后要等于总人数60个人 而以上累积次数分配表是从60开始递减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以下累积次数分配表 第一组有一个人因此累积起来是1 再加上第二组50到60分有12个人因此累积起来是13个人 再加30等于43再加15 58之后再加第五组的80到90分有两个人累积起来就是60个人 接着看到以上累积次数 全班高二的学生有60位 减掉第一组有一个人剩59 再减掉12 1417 再减掉30 17 再减掉15 12 那这就是以上累积次数分配表 我们下期再见